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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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剛剛說呢 如果需求是完全不談性的 然後政府對賣荒課稅的話 經典點會變在這邊 然後這個買者支付的價格會這邊 然後賣者收到的價格還是批望 所以說呢 雖然是對這個買荒課稅 結果稅呢 全部是有這個 對賣荒課稅 結果稅還是全部有這個買荒課單 然後剛剛會議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說政府要求這個價格不能漲 你就說呢 你就說現在呢 政府實施的這個價格管制 那就是政府定一個這個價格上限 比方說你想像是一個Hallotity的玩偶 然後這個 你是始終的 你是始終的這個 然後原先呢 這個玩偶是賣一千塊 那你現在政府對每個玩偶課五百塊的稅 那如果說呢 你沒有價格管制的話 你的價格就會漲到一個這個一千五百塊 好 那稅完全去買荒課單 那你會議剛才說 如果說政府設立一個這個價格上限的話 好 比如說你這個Hallotity的這個玩偶 一個 你不能賣 不能賣一萬 不能賣超過一千塊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供給量呢 只有這麼多 那等於需求量會有多少 需求量還是這麼多 對不對 那會有公布應求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有一些沒買到的 就是 就是 對啊 就是有人還是願意付一千五百塊 跟這個賣家買這個網路 然後賣家也願意多賣 因為多賣的話 交易數量會增加 到最後的均衡點還是整個 如果他願意偷賣的話 但如果不能偷賣的話 到最後的這個 交易數量只有這麼多 然後成交這樣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是 如果說政府有辦法實行的話 那這個價格就會 下降成一個只有五百塊 而只有少數人買得到 然後可能就有人願意這個 投塞 就會 因為有些 有些這個 有些這個始終愛好者 他買不到他所想要買的數量 所以說他會偷偷篩錢給賣房 然後這個賣房願意多賣 到最後的結果 就會接近這一點 那稅還是有這個 有這個買者的負擔 好 好 下概找我 好 那實際的稅務歸屬是由空虛雙方的 空虛的力量所共同決定 對 好 然後這個空虛的力量 就反映在這個彈性的 彈性的這個高低 好 好 那你的這個 這兩個圖呢 這個 需求曲線是一樣的 這兩個圖 需求曲線是一樣的 可是這個供給呢 是比較有彈性的 然後這供給是比較有彈性的 好 那我們看這些一些區分點 這是沒有特稅價的價格 好 那如果說供給比較有彈性的話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賣者的稅的負擔要小於賣者的 買者的這個稅的負擔 好 然後這邊的話 供給相對無彈性 好 那基本的在這邊 好 那你現在買者的負擔就變小 然後賣者的負擔就變大 好 所以從這個例子呢 其實還是從下面這個 126A這個圖形 好 你這邊的話是 供給是有彈性 然後需求無彈性 就需求曲線相對供給曲線來得多 然後這邊看我們是相反 需求有彈性 然後供給無彈性 這需求曲線相對供給曲線來得比較平坦 好 那從我們剛剛說明可以知道 如果說你供給相對無彈性的話 然後供給相對有彈性的話 賣者的稅的負擔要小於這個賣者 然後如果說呢 你供給相對需求是無彈性的話 那你賣者的稅的負擔要小於這個賣者 大過這個賣者的稅的負擔 好 所以結論呢就是呢 市場哪一方比較無彈性 那一方的稅的負擔就比較重 如果是1 1的話就是都 就是稅 如果彈性是1的話 彈性是1的話 還是一樣啊 如果說你這 如果說你這是通過遠點而直線的話 你的這個供給曲線 它是單位 供給是單位彈性 可是在這邊的話 稅還是全部由賣者來負擔 由買者來負擔 所以因為這時候 這時候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買方相對無彈性 所以買方的稅呢 就比較重 好 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 如果你繼續彈性小的話 比如說你賣者沒有其他 其他的太多選擇 然後供給彈性小的話 也表示賣者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好 那 一個差別被課稅的時候 你市場彈性小的那一方 因為其他選擇比較小 比較不容易離開這個市場 所以稅呢 主要是由他入 那相反的 如果說我們單畫一個 需求 需求期限比較貫 比較這個 比較低貫 好 然後你對他課稅 然後他支付的價格高的話 然後他需求量就緊張很多 就是說他就離開這個市場 他離開這個市場 比較容易離開這個市場 或者說就是他 就他有比較多其他的選擇 好 那你這樣子的話 就 你要他繼續留在市場的話 那他支付 他所支付的價格跟原先 就不會差距太多 那不然的話他就離開市場 因為他有很多其他選擇的機會 那相反的 如果說呢 你其他 你不管是供給台的需求 你這個 要沒彈性的話 你沒有其他 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那你只好繼續留在市場 那你繼續留在市場的話 那稅主要就是你 好 沒有問題 你直接一上來想就這樣子 OK 不容易離開市場 你就怪怪留在市場 等著被課稅 那相反也容易離開市場的話 好 那如果你還要被要求繼續留在這市場的話 那我不願意多顧擔水 好 那我們這邊舉個極端的例子 如果說區區是完全有彈性的話 如果說呢 如果說呢 你 你區區完全有彈性的話 好 你區區間是水平線 好 那一個公里區間 好 然後你不管是 對這商品課稅 不管是對買方課稅 還是對賣方課稅 結果是一樣的 好 那比方說 你政府是對賣方課稅 你看 那你的價格 你現在呢 這是單位稅額 好 那你的這buyer呢 他所支付的價格 就是變成這個P2 然後sale them 這個賣方的收到價格就是P1 他可是不是跟原先沒有稅下的情況是一樣的 然後你的這個稅 完全由買方來負擔 稅是完全由賣方來負擔 好 其實說呢 你賣方 他不是完全無彈性的 可是只要 買方呢 是完全有彈性的 好 稅還是會有 全部由這個 全部是由這個賣方來負擔 好 那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情形 你的這個需求完全有彈性 比如說呢 你價格只要高於這個P1的話 那我就不買了 我就退出這個市場 那你要留在這個市場的話 那我所支付的價格 即使這商品被課稅了 我所支付的價格 還是跟原先一樣是P1 我才願意留在這個市場 那既然買方支付的價格跟原先一樣 那就表示說稅呢 就完全由賣方來負擔 好 那我們最後看今天畫到這個講義 那是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價格管制的 首先是看這個 看 看上面兩個圖形的 我們說有時候呢 政府有時候會基於善意 善意 然後呢實施這個價格管制 比方說你這個 比方說你的這個 黃租管制 好 希望這個窮人 能夠租到房子 好 那那些例子 我們剛剛特別舉的例子呢 就是 這個說明了 你不一定會照顧到 你政府這樣 做這樣的政策 不一定會照顧他 所想要照顧的人 那我們這邊舉的例子呢 就是說呢 你政府的價格管制 可能會造成 嚴重的這個 不利的獲果 好 比如說這個西班牙 這個 有一個城堡被圍 然後呢 那然後這個 地方要讓城內斷糧 然後禁止糧食 運入這個城內 可是呢 這個 圍城內的糧食 還是源源不解 那只是說這個 糧價高漲 就是說賠錢生意 沒人做 可是殺口生意有人做 那這個 這個 只是你價格過高的話 還是會有糧食 偷運到這個城內 可是呢 負責防守城堡神戶 不忍這個 兼商花戰爭財 然後下令限制糧價 好 那限制糧價的話 就是說你 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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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糧食 做一個這個價格上限 好 那你價格上限的話呢 就會造成什麼 好 價格上限的話 就造成這個 公不應取的這種情況 好 那甚至如果說 你 你原先這個價格很高 然後定了這個 你的這個價格限制低一點的話 好 那就不會有這個 不會有人偷偷把這個糧食 運到這個 運到這個城內 OK 好 那你雖然兩下回跌了 可是兩遠從此中斷 好 那不久 這個城堡就被封獻了 OK 好 那另外的例子呢 是呢 美國這個獨一戰爭前一 這個前一年的冬天 那 那華盛頓軍隊遭受到種種挫折 好 那他提出一個善意的措施 好 那為了降低軍事支出 然後減輕人民的負擔 所以決定對金用品實施限價 嘿 好 同樣也是這個價格上限 好 那你這樣子的話 比方說你糧食價格不能太高 好 然後你價格受到限制的結果 農民不願出售服務給華盛頓軍隊 那甚至有些農民偷偷把糧食賣給這個英軍 好 來放棄黃金 好 那你這樣一來一往 他國會糧食減少 然後 英軍還可以取得這個充分的糧食 好 所以那一年冬天飢寒交迫 這個華盛頓 華盛頓的這個軍隊差點就打敗仗 好 所以說美國呢 在這1778年通過決議 要求各州撤銷對任何物品所做的價格管制 好 那你從這兩個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你實施不當的這個價格管制的話 好 可能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好 那也可以說呢 這西班牙 西班牙神戶沒有練過經濟學 好 所以才會不曉得價格管制的 嚴重的不利的後果 好 以後你們是立法委員的話 好 好 那 不要讓我 不要讓我以你為辭 他會提出這種價格管制的這種 價格管制的這種政策 那不要說你是上我經濟學 好 然後接下來 看下面 看這個 下面那一頁 好 因為這牽涉到版權 所以沒有 沒有這個 沒有power point 好 然後這是勞退心志 勞退心志 表示說之前有勞退救治 好 那勞退救治呢 我們這個上一頁沒有印 好 就原先呢 你可以領這個退休金呢 他規定呢 你必須在同一個事業單位服務滿15年 然後你滿55歲 然後說呢 你連續工作25年 你才可以領到退休金 可是台灣 台灣這個企業大部分 你中小企業為主 好 那平均壽命大概10年到13年 好 所以大部分的勞工都領不到退休金 好 那而且本來這個 這個救治呢 是有 是有 要求這個廠商 要這個 還是要提拨這個退休金 可是因為華澤太輕 所以大概只有10%的這個廠商 那你可以想像是國營企業 或者說像台塑這樣的大公司 好 他會按月提拨 應該提拨退休金 好 那 那 那 勞退救治呢 讓很多這個勞工呢 他退休的時候領不到退休金 因為工廠倒閉了 好 那所以才會有勞退心志 那勞退心志呢 他要求這個廠商必須要 他是 重點在 在每一個勞工他有可稀釋的 退休金帳戶 也就是說你換公司的話 好 你還是 這個不管你是在哪一個公司 那個公司都必須要按月提拨 你月薪的6% 到你個人的退休金帳戶 所以不會因為你換工作 你就沒有退休金了 那就之規定 你必須要工作滿15年 然後 滿55歲 或是說你工作滿25年 你才可以領到退休金 那現在有可稀釋帳戶之後呢 其實你換工作的話 你每個月都還可以 都還領得到 這個公司都會 按月提拨到你的這個退休金帳戶 而且呢現在華者相當重 那以前有華者可是相當輕 那現在這勞退的薪資呢 就絕大多數的廠商都有按月提拨 百分之六的這個你的月薪 到你的退休金帳戶 那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政府呢 新對這個資方的 課了百分之六的月薪的稅 的薪資稅 好 那從我們剛剛薪資稅的說明呢 你知道 這個百分之 比方說你月薪五萬塊好了 百分之六就三千塊 好 那你每個月 你那 你以後的這個 你以後的救星金帳戶 每個月是多了這三千塊 那你福利呢 是每個月就增加三千塊 你可以想像 勞退薪資就好像實施一項新稅 就新的薪資稅 然後如果月薪五萬塊的話 好 等於是剋三千 政府剋三千塊的稅 那可是我們剛剛說明了 稅呢 是由勞資 是由買賣 是由買賣 共同負擔的 而且呢 誰負擔 誰的負 誰的這個 稅的負擔比較重 就要看彈性 就要看彈性 彈性越小的那一方 這個 這個 稅的負擔就比較重 所以說這個勞退薪資 雖然是等於 對資方課稅 可是呢 這稅呢 是不是完全由資方負擔 就不一定 OK 好 那我們看這個 這個經濟學部落格 好 印銀市年利銀行的一項調好指出 勞退薪資實施後 有百分之三七的企業會減薪 百分之十五會縮減三節獎金 百分之十三會減少員工理由 百分之六七會減緩未來的調薪速度 調薪速度 然後這些企業應用措施告訴我們 在勞退薪資下 雖然絕大多數勞工以後可以領得到退休金 因為有可惜式的這樣一個賬戶 但有一部分的退休金是資方減少 然後放在退休前的薪資或福利而來 以及有一部分的退休金 其實是勞工自己提撥的 好 雖然你每個 如果你月薪五萬塊 雖然你每個月 退休金的賬戶多了三千塊 可是三千塊可能從哪裡來 可能就從 這個 這個 企業對你減薪 然後你的三節獎金 已經縮減了 然後員工旅遊 有福利沒了 OK 然後一位來調薪速度變 也就是說其實呢 這三千塊裡面呢 有一部分是你自己負擔的 雖然提撥是廠商提撥 就如同政府對廠商課稅 可是到最後呢 其實這三千塊 有一部分其實是你自己負擔 也就是說你自己提撥 到你的退休金上戶 好 那對那些 對那些 資方的勞工需求彈性很大 或勞方的供給彈性很小 行業來講 勞退薪制 對勞工呼籲水準提升是有限的 因為稅主要是有 這個彈性相對小的那一方負擔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資方的供給彈性很大 或說勞方的供給彈性很大 那其實這個 雖然你的退薪帳戶 雖然每個月多三千塊 那很可能你的月薪就少了三千塊 如果你有這個彈性很小的話 要哪些行業彈性 勞工的供給彈性很小 建築業 建築業 建築工人嗎 建築工人 如果不考慮外勞的情況的話 其實建築工人看起來比較小 他都需要一定的勞工數量 他都要一定的工作量是不是 對 又考慮外勞的話 建築業的工人 建築業的工人 就要看他的技能程度 因為你不單是只有在建築裡面 你可能還有其他公共工程 也需要你的技能 所以他還是可能有一部分的談心 有些建築工人他薪水也蠻高的 如果你技能水準夠高的話 所以他還是有彈性 好 比方說像一些這個 你經濟陷入困境 然後你變成特種行業的從業人員的話 那一些剝削的新聞實有所聞 那表示說你是 基本上你的這個工期是相當沒有彈性 你有彈性的話你就離開市場 你就不會受到剝削 好 然後呢相反的 如果說呢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就那些資方的勞工需求 彈性很小 或勞工工與彈性很大行業而言 勞累薪資對勞工的 無益水準提升會比較有幫助 好 有哪些這樣的例子 好 比如說 勞退薪資實施之後 好 你企業呢會不會呢 會不會 會不會這個 像這邊所提到的 好 然後對你減薪 然後縮減你的福利 有哪些行業 有哪些行業 企業可能不敢這麼做 好 比方說你是那種 IC設計 IC設計業 你是那種 城市設計師 那公司沒你的的話 公司就可以關門 公司需要的重要人才 對啊 就是核心員工 然後就產業來講的話 比方說可能像這個 IC設計業 他能夠設計出 讓你這個 暢銷的這些 這些晶片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比方說你月薪十萬塊 好 那百分之六的話 就六千塊 然後呢 那公司老闆 敢不敢跟你說 那你的薪水就變九萬四 你這樣講的話 他可能就跳槽了 他到處有人要 好 他到處有人要 他要表達說什麼 他的供給彈性很大 那公司婚姻不可 表達說 資方的勞動需求彈性很小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所以這個 勞退薪制 這樣的一個制度 所增加的這個 所增加提搏 這個 這個 你可稀 可稀是帳戶裡面 那個 這個 資方提搏那些 這個退休金 好 那 他 主要是由資方來負擔 他沒有辦法轉嫁給牢房 OK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這一張呢 好 那最後呢 這個 客們提到水戶 水戶這個奢侈稅 好 那我們前 這個 去年我們也通過這個奢侈稅 好 那 C1990年 美國國會通過對移物挺啊 四年灰漆啊 皮草啊 這些的 各種奢侈稅 好 希望這個 有錢人 從有些人那邊多收一些稅 好 那能不能收到稅 好 比方說有油挺市場為例 好 那油挺這個需求 可能相當有彈性 因為他有一些這個替代品 好 比方說你一個百萬戶婆 他可能 你對 如果說政府對油挺客 比較高的稅的話 他不買油挺 比方說他買豪宅 後去旅行 後說變成遺產 OK 好 那比方說 我們之前 之前我們 我們現在實施的奢侈稅 也對這個 我記得好像三百萬以上的 的珠寶課稅 課百分之十五的稅 那這樣有沒有用 政府收到 三百萬以下就好 蛤 你再買三百萬以下就好 當然這是一個選擇 那就是你不買三百萬以上 OK 好 那 你對國內這些有錢人來講的話 他有沒有其他選擇 什麼選擇 不買豪宅買房子 這是一個 這是就買其他東西 可是其他東西政府也都課稅 不要花 有錢人來講的話 有錢人來講 這也是 變成遺產 這也是一個選擇 那其實 你可以 比方說你到香港去買就好 現在做回機到香港 就很方便 香港又是免稅 對不對 因為 就國內的珠寶 跟香港的珠寶 你可以說是完全替代 對不對 好 那完全替代的話 也就是說 就珠寶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需求是相當有彈性的 好 那相當有彈性的話 你政府對他需求完全有彈性的話 你稅就不會有買方固單 好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子的話 這個 政府就客不到這一部分的稅 好 那交易量會大幅萎縮 那如果以遊艇市場為例的話 油艇的交易量如果大幅萎縮的話 那受害的可能是遊艇工人 你雖然是想要對有錢人課稅 可是如果說你 你課稅的項目 有錢人他有其他選擇的話 那會造成這交易量大幅減少 那交易量大幅減少 那場上的產量減少 然後勞工僱用量也會減少 受害的最後可能是遊艇功能 是那些窮 就鎖得比較低的人 而不是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目標 你課稅的目標 那些有錢人 好 那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這個稅呢 主要是由遊艇廠商跟工人的負擔 而不是買得起遊艇的有錢人的負擔 你們可以畫這個圖形 這個需求是比較平 就是 結果就類似這樣一個圖形 你需求相對供給是有彈性的 你稅主要是由賣方來負擔 而不是那些有錢人來負擔 好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美國在1993匯除大部分的奢侈稅 可是我們國內呢 國內還是實施 在去年的時候還開始實施這個奢侈稅 不過奢侈稅主要是針對還地產的 因為房價高漲 就是說你 如果你持有還地產 一年以內你把它賣出去的話 那就 就會適用到奢侈稅 那兩年的話賣出去兩年之內移轉的話 也會適用到奢侈稅 可是稅是比較輕 好 他就透過這奢侈稅 希望這個 希望這個 你那些投機客 不要加入這個市場 然後造成市場需求的增加 然後造成房價的高漲 好 那當然這個效果還有在驗證 好 那 OK 今天 investor 課題 我們 газ